我真的很多moment 我就想說 我的演藝生涯回來了 我都以為他下一秒他要走了 想說 他今天幹嘛來啊這個客人 但是 但是沒有MAD就有你的疫苗欸 現在那一秒 我是對主人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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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人很大咖 黃偉進碰到張宏傑愛全力可爆炸 我的演藝生涯要毀熱 我打拼耶 他們說 頭腦這樣超過十十萬 真的假的 好 你是最低的嗎 應該吧 這一次排開我應該是最低的吧 我那麼親人的感覺 黃偉進來接下寵物使盡新節目 三月將好寵物美容相關重招 他和郭書堯被分配到美容組 插電就被張宏傑的狗狗Dogi 高到立刻爆炸 他是眼睛看不到的 然後所以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小心他 加上幫他洗澡的時候 他碰到水他又會怕 所以那隻狗 我記得我印象深刻是 我真的認了好久好久 久到 那天結束節目的時候 我只有閃過一秒 想說 他今天幹嘛來啊這客人 但是 但是沒有賣的主人一秒 欸 真的一秒 我是對主人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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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人很大咖 有啦剛剛片話有出來就是 小潔哥的狗狗 對啦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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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覺得 就覺得他他他他那隻老狗狗真的很老了然後他的狀況 就我這個新手碰到我會擔心死了我又是貓控我對狗狗不熟 因為我們在狗狗的那個美容台上面 你也會很害怕他 因為他看不到 他一直緊張後退的話 可能就會跌下去 或什麼之類的 嚇死 講到頭到十萬就好 沒有 十萬啦 頭到十萬你們也不能弄死別人的狗吧 我真的很多moment我就想說 我醫生要回來 我都以為他下一秒他要走了 我目前最害怕的其實是最簡單的剪指甲 因為我真的有剪到流血 真的就會有陰影你知道嗎 咖啥 血這樣冒出來 然後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他的指甲是透明的 所以我是可以看到他血管的 我就真的沒有往他血管那邊剪 可是就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流血了 他太哀嚎了嗎 欸 他超乖的 他每一動他就這樣舉手 然後給我剪 我會剪 那你有叫阿嬤嗎 為什麼要叫阿嬤 他叫做娃娃 所以我就一直把他當魏如萱那對待 娃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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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其實弄完一隻狗 然後你看他舒舒服的送給他的主人的時候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所以是不會想要放棄的 謝謝 沒有十萬 真的沒有十萬啦 怎麼可能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那麼知道